设立目标啊 希望通过每次比赛 你的名次呢 能够往前前进一步 现在是琼泰第二次试取 要了150 这个加直接加了5公斤啊 而且琼泰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的这个挺举的动作呢 采取的是半挺的方式 现在用半挺这种 举重方式的运动员特别少 尤其是男子 几乎没有 很少 女子呢 偶尔会有一些 现在主要的潮流 还是前后分腿挺 有一小部分是下蹲挺 你看一下他半挺 这动作幅度 你看直接就这样半挺 这就没起来 半挺呢 就是说你的腿啊 不是前后分腿 还是站在一个平行线 但是他又不像这个下蹲挺 下蹲挺就是说 你会先蹲下去 蹲下来之后再起来 你看他提灵之胸 就翻站啊 然后呢 他前后不分腿 还是站在一个平行线 但他又不往下蹲 这个幅度很小 所以呢 他这种挺法呢 实际上 呃 并没有完全的运用 这个身体的力量 所以这种举法呢 现在在男子当中 基本上很少见 不太采用 往往都是说 你刚刚入门的时候 就是年轻的小运动员 刚入门 学举重 可能会用半挺的 这种挺举方式 这次翻站很吃力啊 非常困难 哥伦比亚选手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其实有一些选手 的确是这样 在挺起比赛当中呢 你看上去啊 他提灵之胸 就翻站 特别费劲 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诶 但你别说 他最后这个权力上宋呢 还真能有 雖然是想不错 雖然是应该 雖然是想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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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压力 雖然是并不是 他会在机场里面 对着 这个翻战还可以 厚掉 攻击拳手钢萨蕾斯 现在最后一把是150 击拳手钢萨蕾斯 凑掉 现在大部分选手都采取的是前后分腿挺 也叫剑步挺 下针挺呢 确实有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能够采用 但是对运动员的一些天赋还是有要求的 相对来说呢 现在最常用的还是剑步挺 也就是前后分腿挺 哈萨克斯坦选手穷探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试举 还是失败 其实穷太这位选手还是应该在技术上呢 也要有所改进 像他这种半挺的方式啊 显然不太适合这种高水平的比赛 像他这样呢 可以如果说他不习惯采用这个剑步分腿挺的这种方式呢 像他目前这种技术啊 可以朝着下针挺的啊去赶 但下针挺的对于腿部的力量要求就比较高了 腿部力量 而且稳定性呢 要比剑步挺要差一点 伊朗现在是阿斯卡里 阿斯卡里 阿斯卡里 这是我们看到非常繁忙的后台 运动员呢 一直在做热身啊 那么他这种热身的也是跟你开靶的重量有关系 运动员包括教练员要紧密的配合 尤其是教练组 他要密切的关注整个进程 看看前面还有多少人 你大概还有经过多长时间才会正式的开靶市局 所以他要算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运动员他的这个热身的重量呢 也是逐渐的往上加 伊朗全手阿斯卡里的最后一把 尤其是教练员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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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信心不足 其实集中运动员很重要一点 也要考验他们的意志品质 往往有一些比赛气质特别好的运动员 我们称为比赛性选手 或者叫人来风 他往往就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 尤其面对电视直播的时候 他能够激发自己无穷的潜力 往往因为集中比赛有的时候 就一把定输赢 成败在此一举的情况之下 能够爆发 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赛气质 或者是他的一种斗志 如果说你在一个重量面前 显得信心不足 那显然是很难比出好成绩的 全力上松 撑住 哎呀 差一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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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kg 在這個夏天的日子 李孟晚航 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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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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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示範 李孟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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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逐漸的就是開靶重量 都到了150以上 到了150以上的開靶重量 就是意味着 大概四五六名的选手要披挂上阵了 他也是前后分推艇 剑步上挺是左脚在前 这把整体来看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百五十五开把就成功 这个开把举得很好 在停举这个级别当中 现在颜润哲是没有对手 完全是一个独孤求败的角色 优势太大 朝鲜选手确实在停举训练方面 有他们的特点 现在另外一名越南选手 也是这次完全有实力 向颜润哲发起冲击的石金骏 刚才已经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潜力巨大 刚刚二十岁 停举之兄翻站 一吨全力上宋 哎呀 停举是开局不力 他是156的开把失败 这个显然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他完全是有实力的 在人转洋运会当中 他的停举成绩是160 抓举是134 今天他的抓举呢 已经到了135了 提高了一公斤 这位选手里发兵也是在做准备 农青拳 农青拳一直长着一张娃娃脸 农青拳出道比较早 实际上呢 他